好,那现在我们看完第一个,这个是桃园的嘛 桃园的这个,这个进馆 这个出入境管理桃园机场的嘛 这个李先生他的对话之后 那现在他交给他的长官 然后我又重新录这个试 这边是第二个 来,桃园的他的长官 来,这个是,这个时间是 11点23,这11点29吧 来,这差不多就是接着这边 来,我们听了 张美凤,刚才那个李先生他讲的很不满 因为我女儿是用身份证,这个讯息是这样子的 他有拥有国民身份证 他在马来西亚被扒走 现在是他的主管啦,他长官 不要透明讲名字的 有,他拥有国民的护照 然后这个护照被扒走 然后我们就用马来西亚护照入境了 然后他是因为有身份证 在台湾读书,高中纪念笔 要出去了,要出去了 就去这种情形 2,6,我在走哈 那个现场的时候,要去办官员 因为有身份证嘛 因为台湾是承认身份证 有身份证也是承认双重国籍的嘛 然后就我这位就办了那个外交官 台湾外交部说 你入境就是有问题啊 但是我说有台湾的身份证啊 他就报案子,他就没关系好吧 那就是你们出入境管理局要补贷账的事情 对不对 那你不用补贷账的话 那我就是用台湾新的护照出去了 那入境的问题 那我们台湾是承认 我就先告诉你们 智慧医生 我们不是外劳吼 我们是有中华民国身份 身份证的人吼 用我的任何的国家 等下我现在要先离清一下 我一定用宪法来对付你们啊 我可以离清一下他有没有身份证 就我女儿就是 他是有宪法保障的哦 自由权呢 而且你们 如果你们说不承认是双重国籍 那你就是陷阱陷害我们的法律哦 我现在跟你说明一下 我那个不用管 你就是因为台湾承认双重国籍 说我在马来西亚丢了 我第二天才丢掉护照 我才懒得想说有身份证就算了 因为台湾承认双重国籍 我是这样想 而且是有公布的 我才回来 没有去联络在台办事处哦 你陷阱陷害我们哦 因为他的护照在外国登记 我在报案证明也写了 是在马来西亚丢了 也办下来那个护照了 如果你在海关阻止我 我就政治陷害 我就要向世界人权 我会先联络的 你放心 如果你海关阻止我的话 我先告诉你 我现在需要亲密说明一下 他是用哪一个护照进来的 他是马来西亚双重国籍 台湾和马来西亚双重国籍 有身份证的人 你用什么护照进来 要用什么护照进来 你管我们 台湾是承认双重国籍 你管我们用什么护照进来 怎么出 用什么护照进来 要用什么护照说 我跟你说 我们这些宪宪堡 如果 不是你们的定义 不是你们的域謝 我zą她 你 carre 不能 船 scale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事实上这也是电磁波精神脑控那个曹大伟搞的 你看到没有 现在的公务人员讲话 以前陈水炳的公务人员讲话都很客气 还会尊重宪法 现在这个蓝色的东西 来执政我的妈呦 好拽哦 你是李先生的主管 你是李先生的主管 我要知道 我有权利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你是什么警官 你不要讲哦 你不要讲哦 你不要讲名字 你是吃的名字 换拿的名字 吸水的公务 你不要讲你是什么名字 那我怎么知道你是谁 那我怎么知道你是谁 那你们是方法 你也要看法 那我们就用国安法来来来来告诉你 你都没你你都是土匪啊 那我要投赏你 因为我要投赏你 我要找世界 我要找世界人权球 你是我要找政治屏幕 我要知道你的名字 你不阻止我 我们只是要申请 你说能不能帮我们盖章而已 你不要要抬啊 对不对 名字不敢老 我们可以投诉你的啊 我有这个权利要你的名字啊 你好拽哦 那我公布出去 是不是你怕丢脸啊 你在犯法了嘛 我不会怕丢脸啦 那你为什么不敢说你是什么名字 那我为什么你没敢讲 真悲哀哦 那你犯法了 你不敢讲 那我为什么你不敢讲你的名字 为什么你不敢讲你的名字 为什么你不敢讲你的名字 你怕被推出嘛 因为我奔出去 你怕被推出嘛 是不是 为什么你不敢讲你的名字 我们办新身份新副照 你们肯给我 就是表示我们就是公民 承认双重国籍 蛤 是不是 你为什么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你是哪个单位 你是谁 你是你先生的主管 他说你是主管 现在我都有故意 没问题 你是叫什么名字 喂 喂 他不讲话了 你看 就挂掉了 然后他那个 你战权跟4790 他说他要承担啊 他也不 他要帮他底 好我们再来看 你看 来 这是你先生吗 这是第三 你先生 他要承担 刚才那个你战权 因为我要投诉 我要政治批复 所以我要知道他的名字 好不好 你能不能告诉我 这个不便告知 不便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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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等于找你算 那个政治批复 这个等于 这刚刚第三个三面的 没关系我们电话都有录音 那位先生你不要说他的名字吗 我们长官他说不方便 不方便吗 那我政治批复 我到时候 我到了马来西亚理事馆 我去告投诉你们 或者是说哪个 那个美国的 那个世界人型学会的时候 那个时候 是以你来算账了 不是你的主管 你不要承认他的名字 你不要公布他的名字吗 我们只有录影录音 那么录影有什么用 录音 现在就是你的代号 你的名字已经出来了 对不对 但是 一二三嘛 他长官 现在就是录音 我抽筋那天我也会录影录音的 所以说你今天我拿了台湾的护照出去了 你们阻止我的时候 跟我女儿 那个时候我们也是会录影录影 你放心 那我也会先联络好 这个政治批复 但是 现在政治批复 是世界人型学会 你的名字出来了 对不对 你的长官你要听 你的长官顶罪吗 随便 他愿意顶罪 好吧 那么这就是中华民国 他承认双重国籍 可是却说 却故意胡弄 因为我是不在网路批 他告检察官的结果 他们内政部 他们全部在耍我 中华民国 我是政治陷害了 很明显的 这里 他现在准备也要搞我女儿了 他就不要让我出境 我们现在就有show time 没关系 台湾承认双重国籍 我已经办了 报了疑似也报了案 还办了新身份证 我就是用台湾的护照 因为我是 我女儿是台湾的公民 好 那么我们去外国 会怎么公民 有英尼 又美国的 可能是不跟你 中华民国 拿中华民国护照的公民 有任何的规矩 我不管 顶多我女儿 她以后下回 都不要拿 马来西亚盖照 她跟你拒绝 玩玩户嘛 马来西亚户照 可是她还是台湾的公民嘛 你们要尊重宪法 第八条 你敢不让我们出国 出境的话 那我女儿那边 卡在那边的话 我看着好了 宪法法庭见 拜拜